就是要乘上幾倍 就是LAP指的是它水平軸的坐標 再加上幾個兩欄 然後在乘上就是它到底是第幾 就是說它余數為多少 然後就可以讓它做自動的定位 這個可能稍微再了解一下 我們又把這個程式貼到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二頁的地方就這一段 反正這個就是它的坐標 這兩個欄 然後根據它是第幾次 有沒有,第幾個 而去看要再多產生幾個兩欄的位移 這個可能自己再看一下 那這一題也許就先到這邊 所以最後的話就是請各位就是 今天的那個按鈕部分的話 大概就再增加幾個吧 上個禮拜是全部折線圖到這邊吧 然後這個是今天增加的 全部折線圖三 所以最後的話這個可能就是自己 再把三個圖做出來 那另外的話我們就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的話就是直接就跨兩個 然後再來就是跨五個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再把它清潔一下 這個清潔我沒有加 所以就是還是這樣 OK 那大概就是這樣啦 所以今天又多寫了等於是四個按鈕 OK 尤其是有三個是跨工作表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最後這個地方呢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開放資料部分 其實這個資料我是覺得已經算還蠻好用的 但是它其實最大的缺點就是它只提供兩個月 就是像 10月跟 這個月是11月嘛 所以它等於是提供你這個月跟上個月的資料而已 所以兩個月其實說真的好像有點不太夠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開放資料底下呢 其實就有人喔 做一些那個發一些問題啦 因為它底下有那個FAQ啦 就是可以讓一般人提出一些問題 那你可以看到喔 底下好像他說 它希望能夠取得三年以上的資料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資料量不夠的話 要分析其實喔 相對的那個客觀性不太夠啦 所以喔 如果假設啊 那它 它乾脆說能夠取得十年算了 三年喔 對喔 它只提供兩個月好像不太夠 不過底下它是有回答說喔 其實這個資料的話呢 就是這個應該是本公司 所以它這個本公司指的是什麼公司呢 其實你可以連結到這邊 他說這個 所以喔 你把它連過去喔 你可以看到這個好像是奇交所 有沒有 這個奇貨交易所的網站 然後他說在這邊有什麼交易資訊 裡面有一個叫 每日外幣參考匯率查詢 所以喔 把它點擊 這個在這邊交易有沒有 交易資訊 而且它交易資訊還提供非常多的資料 那我發現很多人喔 做一些投資理財的一些統計分析 有很多資料都來自於這個網站 所以這個網站其實它的資料蠻多的 那其實都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把它抓取 但是有個問題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嗎 交易資訊裡面就有一個 每日外幣參考匯率查詢對不對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其實它跟你講說這個是最完整的 OK是不是很完整 可是你會發現 跳過來之後它不是CSV檔 而是一個網頁喔 OK 所以一個網頁跟CSV 其實困難度就差十萬八千例 為什麼 第一個啦 CSV它的資料很簡單嘛 就是一個純文字 中間它豆點而已 那你這個網頁喔 如果你要抓資料的話 按右鍵喔 這邊有個檢視原始碼 原始碼裡面這個就是HTML的東西啦 你可以看到啦 HTML它裡面資料就放HTML裡面 那總共這一頁喔 總共有多少行呢 3000多行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資料 就是要從這邊裡面找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它怎麼去取得比較完整資料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邊有一個 日期的起器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這邊是可以下 比如說你想要找的是 2023年全年度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改一下 1月1號 OK 1月1號到今天為止好了 這樣夠完整了吧 一年嘛 把它送出查詢 那你會發現呢 它得到的結果就是1月 因為23號放假 所以從1月3號開始 一直到11月的20 有沒有 這個應該夠完整了吧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你就可以把它爬下來了 不過啦 如果你不會寫網頁爬蟲的話 那你只能手動去處理這件事情 變成說你要先送出資料 然後再來你就是什麼 自己把它選起來 然後再Ctrl C 再Ctrl V 可是問題 假設你的資料很多要查的話 那你變成一直在送出查詢 然後Ctrl C Ctrl V在 而且資料每天都變動 每天變動你就每天再來一次 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寫一個程式 直接呢 最好是可以 就是查詢我也可以把它拿過來 我直接在椅子裡就可以查 查完之後直接把資料就抓到的話 哇那更好 OK 好這個第一個啦 可是怎麼做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談 實際上這個我們在後面的單元 有個單元就這裡 其交所的那個外幣有沒有 歷史 其實延伸這一題啦 但是因為這一題的難度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他送出查詢的時候 其實理論上 這邊等於是兩個參數 那如果兩個參數的話 理論上應該要把這兩個參數 應該要放在那個網址上面 能夠讓他顯示參數 帶了什麼資料給主機 主機知道之後的話 會把結果吐回來給你 但是你會發現奇怪 為什麼上面好像沒有任何參數 他資料為什麼可以知道說 我們要這兩個資料 他可以直接丟這兩個資料給我們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到底背後他怎麼運行的 這個可能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因為這個複雜度會比較高 所以後面我們基本上 會把剛剛做的動作 把它換成這個網頁上面的資料 OK 那可能你們要需要預習的部分 就是直接怎麼樣 可能慢慢習慣 右鍵 我不太建議你直接看原始 但是至少你要學會一個東西 叫檢查 檢查的話就是檢查這個網頁裡面 你想要抓的資料在哪裡 那特別注意 首先的話 當然我可以先在這個表格的左上角 一般日期是按右鍵檢查一下 右鍵檢查之後的話呢 他會在右邊 跳出一個所謂的DIF DIF就開發 它上一層的話是TH 意思就是說這個框框 它是一個TABLE HEAD TH就TABLE HEAD 意思就是說這個藍 等於是說表格的那個HEAD 等於是表頭 OK 然後在上一層的話呢 是TR TR是什麼 所以油標其實可以把它放在TR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油到 油邊放TR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右邊這邊 左邊這邊會顯示 欸 猜得出來 R是什麼呢 T的話呢 其實應該可以 T是TABLE R的話是RAW 意思是說TABLE RAW 意思是說 這個表格的一列 指的是第一列 所以油標放在這裡的話是一列 那你在往上一層的話是TBODY 那其實最關鍵就是這個東西 叫做TABLE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要觀察標籤的話 什麼叫HTML的標籤 就是它的開頭一定是小於符號 後面就是它的標籤名稱 所以如果將來我要抓的資料 假如是一個TABLE的話 關鍵就是這個字 如果是一個TABLE的話 其實我們一樣可以用Query TABLE 我們剛剛不是用那個物件 其實Query TABLE也可以抓 這一個網頁裡面的表格 直接幫你把它抓下來 不用寫非常複雜的程式 不然的話呢 假如你用Python來寫這個 哇 你會寫到吐血 因為實在太麻煩 裡面可能要用到像Request 像BeautifulSoup 哇 一堆東西 所以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因為這個可能難度會比較高 你們先觀察一下 那至於說呢 到底它為什麼按下送出 它可以知道說我要查的是這個開始 這個結束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你們其實可以再瞭解一下 主要就是說呢 怎麼知道說它怎麼傳遞相關參數 你可以在這個上面按右鍵 一樣按右鍵檢查 右邊這邊其實這個工具真的非常棒 為什麼因為它其實除了可以看到那個整個網頁裡面的標籤之外 其實另外它上面還有很多功能 像什麼 主控台 Source就是原始碼 然後最關鍵這邊有個叫Network Network的英文名稱應該知道意思吧 就是等於是網路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你只要網頁裡面有任何的動作 它的Network都會被觸發 也就是說它這個Network有點像是記錄器 也就是說你做了什麼動作 其實我們是可以知道說到底你跟主機是如何溝通的 比如說為什麼我送出查詢 它會得到這個結果給我 其實你可以先切到Network 然後呢 底下裡面就是空的啦 如果沒有空的 我建議你可以找到一個叫清除 等於是按鈕第二個 這個叫什麼 Clear Clear 這個Network的Log 這個意思是說Log指的是你的記錄檔 OK 你把它清掉 不然它有一些太混亂了 不過目前是沒有啦 那接下來你可以按一下送出查詢 它會幫你記錄喔 有沒有發現底下有變動 變好多東西有沒有 它有丟一些圖下來 然後丟很多東西 其實最關鍵是第一個 就這個程式的名稱 也就是說呢 到底為什麼它知道說我要查哪一天開始哪一天結 其實主要就是它背後呢 有一個叫Panel的一個相關的參數 其實是躲在哪裡 躲在這個裡面有一個叫Panel 裡面的話會放兩個參數 所以它得到這兩個參數之後有沒有 哪一天開始嘛 所以這邊有這樣 Querie Start Date 這個Querie End Date有沒有 它主機收到這個訊息之後 它就幫你查到這個結果 丟下來給你 OK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邊可以再改一下 比如說我要2022年的好了 2022 當然你不能查超過一年 不然的話你按送出 你會發現這邊出現什麼 查詢區間不可超過一年 OK 只能夠一年內 所以我們查去年好了 2022年好了 查到也像11月底按送出 那一樣這個其實也會變動 有沒有這個Panel一樣會丟 有沒有這個地方會變動 這兩個參數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我把它關掉 關掉的話是第二個XX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去年的 那去年的美元有沒有發現 2022年哇 整個是低點了嗎 27.6耶 27.6現在是31耶 最高32耶 這價差差很多耶有沒有 差了哇差了幾趴啊 應該有5趴快6趴了耶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懂得買 中間價差比放定存還好賺 OK 不過其實就要買點 好啦 所以請各位先大概了解一下 這個部分 然後另外的話呢 也順便再看一下 其實還有一個範例就是 Credit Table一樣可以去抓網頁的 這個叫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那你們比較一下這兩個網站好了 這個網站 跟剛剛那個網站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你會發現 你點擊進來之後 如果你要跳第二頁的話 底下這邊有第幾頁嗎 總共72頁嘛 你點第二頁 那你會發現喔 上面這邊的話呢 它的參數會變動 有沒有發現 它的參數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In-page 等於多少 就是它第幾頁 那order by的話就排序啦 所以假設說呢 我要取得的是其他的這個網頁的話 你可以點第幾頁有沒有 In-page等於3 所以喔 假如說我知道這個規則的話 那我假設要把大樂透歷史資料 全部抓下來 就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了 OK 而且喔 你一樣的動作 日期按右鍵檢查一下 看一下這個資料是不是一個table 欸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table 所以如果假設是一個table的話 那create table 一樣可以幫你把這個資料 給全部下載下來 所以啦 假如啦 這個可能比較簡單一點點 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個網頁裡面 1到72頁全部都下載下來的話 放在Excel 那該怎麼做比較快 OK 你們可以先看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順便比較一下喔 兩個這個網頁有什麼差異喔